忘了带是不是 八两投票日前金楼市长林又昌没缺席 但前往投票比表定时间晚了20分钟现身 原来是忘了带身份证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带身份证 所以刚刚又赶回去拿身份证 把握公民的一个权利 那今天天气也很好 所以也鼓励大家容易出来投票 这个小插曲也被解读 林又昌是不是有点紧张 八两案的结果一出炉 影响最大的还是 被点名有意角逐新北市长的林又昌 挑战2026的政治能量 没有啊就投完票回去啊吃早餐啊 然后另外当然我也觉得啦 从今天投票过后 其实金融的地方政治 也会迈入一个新的一个历史的阶段 我想大家都应该用一个正向健康的一个态度 投票日当天林又昌找话题缓和气氛 但在13日投票日之前 令人被传出党内在战术上非常矛盾 据了解林又昌多次希望大家参与八两案来翻转局面 但响应的却只有年轻世代立委 沈伯央 黄杰等人 民进党中央碍于执政包袱 多次表态不介入 主席更从头到尾没有指示 资深民代也不愿挑起对立 换句话说民进党中央人定调 这场罢免案的主角是公民 也因此投票的结果是公民的集体意识 背后更是挺罢与反罢的民意基础 光罢免这一仗都打输的话 民进党后续在执政上甚至在立法院的对抗之上 他就会少了一个非常强的力气 而最后这个烂锅 这个倒霉事该由谁来负责的 对 就是林又昌 林又昌双人民进党秘书长的第一站 基隆本命区就失守 开票结果或许也示茧 未来的政治路会更加如履薄冰 东森新闻这种行动和报道 我们这一场选战已经顺利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基隆市民 基隆市长谢国良脸上笑容藏不住 睡前的祷告如愿实现 带着轻松心情宣布罢免投票结果 不通过门槛七万七千七百票 接下来要继续带着基隆市长职称 继续为市政打拼 深深的一举功 谢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立法 谢谢基隆 这回罢免案国民党总动员 上至立法院长到各县市首长 接连到基隆扫接拉票 壮大声势挺顾梁 成功拿下胜利 不只北北基陶蓝银版图持续巩固 也成功挡下大罢免潮的第一站 给我们的罢免领先人 戴景安先生 亲自的去拜访他 跟他一起讨论 如何让基隆的市政能够更好 中山区有张玉礼之声的居人礼 据投票资格选民有1180位 开票结果212张同意票 350张不同意票 5张废票投票率近5成 跟往年选举一样 与投票结果最接近 罢免结果失败 有志工在台上激动落泪 罢免一战国民党取得胜利 得持续稳固基隆这座梁 这回也替2026年的基隆选战 率先打下漂亮一仗 东京市民黄澄一 范雨翔 基隆报道 基隆史上第一次罢免案落幕 最终不同意票数冲破8万5 同意票近7万票 对比2022年基隆市长选举 谢国梁拿下9.6万多票 蔡适应7.1万多票 领先幅度相差不远 显示令催出了基本盘 但仍不敌蓝军全力动员 结果是敲响明年大罢免潮的战中 还是足以让朝野能喘口气 男论立委都直言 政坛会依旧动荡 各个罢免一码归一码 每个理由都不尽相同 未来国民党立法院的表现 如果还是跟以前一样不顾民意 罢免潮还是有可能会遍地开花 事实上直接上当到 直接是对向这个所谓的卢系立委 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大罢免潮 实质是剑指2028 罢免投票现阶段对蓝营来说 只是前哨战 尤其罢免结果出炉 事实上只是让外界更加关注 立愿何时再度上演选罢法修法大战 早超过一个月朝野写上冷冻期的选罢法 如今随时可以处理 立平三读的状态 但不管蓝绿阵营最终采取何种战术 身为最大第三势力的民众党 想在地方上握有话语权 恐怕难上加难 我常常他就只是说 这一个只要是你反民进党 就是应该去保护协国联 那他完全去忽略了 这是一场公民运动 那民众党这样的一个座文的凸显 他们在组织上面 常常是很多退出蓝绿的一些地方上 可能是有问题的一些真实人物 霸梁固梁攻防战尾声 事实上完全不见民众党的身影 地方组织的实力 以及动员能力能否在2026这一局 各地三组鼎立 成了民众党应该思考的议题 就怕未来第三势力想叫牌 反被拦任两党冷出力 东山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市长的心情还好吗 市长的心情怎么样 心情还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市长你看到这个结果满意的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都辛苦了 这几个月大家都辛苦 是 谢谢 加油 市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吗 很謝謝大家 很謝謝我們金融的民眾 加油 謝謝 謝謝 加油 開心 加油 開心 好感動喔 謝謝 小心 各位小心 各位小心 加油 謝謝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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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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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可以看到呢 現在謝國良已經走上台了 現場的支持者真的是非常的熱情 從謝國良一下車呢 就持續的來包圍謝國良來不斷的喊說這個 謝國良加油 現在謝國良上台致詞帶您來看他的最新說法 有愛城市 感謝有您 我們走到了這一刻 是多麼的不容易 我們一起 再為謝國良加油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國良 國良 謝國良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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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市民好朋友報告 我們這一場選戰已經順利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基隆市民 今天的結果 不是屬於國良一個人的 是屬於全體基隆市民的 對於我們今天我們的市民朋友 對於基隆的未來 所做出的選擇 我們要深深的感謝 我們對於基隆民眾 我們一定會用生命來守護大家 容許我用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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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場的選舉投票當中 我們最感謝的就是全體的基隆市民朋友 但是 除此之外 大家也都有看到 在這幾個月 有多少的同志 伸手相助 我首先 要感謝 我們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以及朱立倫 以及他所帶領的中央團隊 運籌帷幄 協助基隆 讓我們順利的打贏這一場選戰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國良 謝謝朱立倫 除此之外 包括 前總統 馬英九總統 剛剛 剛剛我在車上 還接到他給我的鼓勵電話 感謝 韓國瑜院長 陪我車隊掃接 感謝 秀燕姐盧市長 陪我沿街拜票 感謝萬安市長 為我貿與助獎 感謝 侯市長 跟張善政市長 每一位都是多次來到基隆 來協助基隆 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我肯請在座所有基隆的鄉親長輩 用您的雙手 來謝謝我們這位 這些好同志 好朋友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於這一次的 這個 罷免的公民團體 我們也要表達誠摯的感謝 其實這一次的選舉 他們並沒有輸 基隆的公民 基隆的市民 更沒有輸 因為我們用 民主投票的方式 來完成了七十幾年來 從來都未能完成的 罷免投票 我也在這邊 跟大家來承諾 我們一定 會用謙卑的態度 在未來 持續的 跟我們公民團體 表達密切的聯繫 在每年的第四季 一定要邀請他們 來到市政府 做深入的座談 共同商討 如何改善 基隆的市政 我在下週 也會親自的打電話 給我們的大免領銜人 戴錦安先生 親自的去拜訪他 跟他一起討論 如何讓基隆的市政 能夠更好 在這邊我也要藉著我們的 支持者好朋友的雙手 謝謝一下這些公民團體 好不好 前卑施政 基隆向前 我想 讓大家掛心已久的罷免案 已經正式結束了 從明天開始 我們會持續的 努力我們的市政工作 我們在 電纜地下化 我們要持續推動 東明路 孝山路的路段 我們所一直掛心的 齊樓整坪 在今年的第四季 也要開始在廟口地區 在愛三愛四路 開始進行 溝通跟鋪設 並且 我們市府 也將在明年 規劃打造 第八座 室內兒童樂園 讓更多的孩子 可以在基隆 過上快樂的生活 所以 請大家 做我們的後盾 繼續給我們市府鼓勵 繼續給我們市府鞭策 讓我們把市政工作做得更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最後還是 我要來深深感謝 我的上帝 謝國良 加油 基隆 加油 謝國良 謝國良 因為跟大家報告 這一場選戰的確他的過程 並不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 我的信仰 也一路扶持我 讓我能夠走到今天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愛 能夠充滿了這座城市 以及所有的家庭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愛 我也希望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他 抱歉 我只要講到這些我都會特別的感動 但是我想 也要謝謝大家 選戰已經結束了 我們日子要回歸正常 其實我說一句我的心聲 我們市府團隊在這幾個月 並沒有被這場罷免 去拖延到 去影響到 我們還是繼續努力 在做我們的工作 但是我想從明天開始 我們可以用更正面 更快樂 而且不顧一切的態度 繼續推動我們的基隆市政 最後還是讓我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在座的各位 謝謝你們 謝謝基隆 謝謝基隆 謝謝 有愛成事 感謝有您 有愛成事 感謝有您 我們再一次幫謝國良市長加油 好不好 他要繼續把愛 繼續把希望在基隆落地 繼續發展基隆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國良 加油 國良 加油 我們也要為基隆來加油 因為基隆明天又是新的開始 我們要繼續為基隆努力打拼 基隆 加油 基隆 加油 基隆 加油 加油 基隆 我們今天迎接了一個新的未來 這是屬於我們所有基隆人的勝利大雙對不對 對 我們再一次的為謝國良他的友愛成事 我們感謝有您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國安國良 謝國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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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 加油 基隆 加油 基隆 基隆 加油 我們邀請台上所有的好朋友 手牽手 心連心 讓我們一起 接下來 為繼續 為基隆努力 為繼續 為基隆 打拼 大家說 好嗎 好 我們深深的一舉 謝謝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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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 加油 國民黨 加油 國民黨 加油 加油 基隆 加油 基隆 加油 謝謝國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些都是 謝謝基隆 谢谢基隆 谢国良 加油 国良 国良 谢国良 加油